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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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兩天在網上最熱門討論的一個話題 就是一份承諾書 教育局叫一些中三的學生 簽一份承諾書 拒絕婚前性行為 不是吧 今時今日 我們那個年代就是 辯論比賽 的題目是中學生 不應談戀愛 今天就是拒絕婚前性行為 不是說中學生要有婚前性行為 簽了承諾書就可以沒有婚前性行為了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事情就很容易辦 詳細怎麼好笑呢 我回來再說 除了可以隱藏你的身份 保護你的私隱之外 還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 例如在網上看 串流影片 Netflix 用了VPN之後 不同地區的電影和劇集 你都可以看到 在網上可以做 例如限定某一些地方 才可以玩到的網上遊戲 用了VPN 無論你在什麼地方都好 你都可以玩到的 在網上訂酒店機票 或者買東西 用了VPN 你身處何地 都可以拿到不同地方的折扣優惠 VPN 一個戶口可以有六個設備 一起使用 一家大小都用到 用底下這個網子 關鍵字是 SAMNGX 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如果不滿意的話 可以全數退款 挺好用的 不妨試試 大家都知道現在沒有了通識科 變成公民及社會科 公社科 中三的 就有份教材 教育局上載 有段落就說 如果情侶未能承擔婚前性行為的後果 例如未婚懷孕 法律後果等等 應該拒絕婚前性行為 引導學生 如果想亂人訂立這個親密的界限 寫上包括如何處理性幻想或者性衝動 承諾會培養自律自製 抵禮色情資訊的能力 要承諾 還要簽個承諾書 還要找見證人 這份油教育局製作 合乎情禮 親密關係的單元教材 是有五份工作址 其中一份是有關於性幻想性衝動的處理辦法 有什麼辦法呢 有題目問學生 建議一對十五歲情侶何處約會 為何要去那裡約會呢 參考答案就是鬧事快餐店 因為在休靜的地方 例如在房間單獨共住 很吃虧的 容易發生過份親密的身體接觸 引起青少年的性慾 甚至進行發生性行為 另外的工作展就是 讓學生代入十五歲情侶不同交往的情境 包括獨處時出現的生理反應 在公園目睹其他戀人有親密的接觸 再構想不同選擇引致的後果 譬如和未滿十六歲的人發生性行為的後果就是 什麼呢 衰十一 十一哥 包括觸犯法律和斷送人生的幸福 而情侶在公園作出親密的行為 不合理 有相風化 如果跟從類似的行為 甚至可能被控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還有一份承諾書要他們簽的 我的承諾 如果我有戀人 我會和他或他 定立下列戀愛和親密的界限 這是一個open end question 自己填的 如果我有性幻想性衝動 我會透過下列的方法加以控制 都是open end的 不知會寫 譬如說 吃個杯雪糕 或者咬枝雪條 都是不好 可能會有很多幻想 沖個凍水糧 去跑步 打個籃球 出一身汗 我便沒事了 我承諾 我會培養自律自製和抵禦色情資訊的能力 我明白 我的承諾是自愛和尊重對方的表現 從而發展出更健康的全面戀愛關係和人際關係 承諾人簽署 自己要簽署 然後見證人簽署 見證人簽署 即是女友或男友 這是一個永恆的話題 我剛才說 我們那個年代 有性教育課 我讀biology 就更加清楚 有性教育課 不過老師都是嘰嘰嘰嘰嘰 說得不清不楚 性教育課 就變成生理教育課 都是染染染染染的 有些事情是跳過的 不說的 我們的年代落後 就討論中學生應不應該談戀愛 現在就說中學生應不應該有婚前性行為 或者中三學生應不應該有婚前性行為 如果高了16歲 又是婚前呢 那應不應該有性行為呢 應該討論 應該拿出來討論 學校都可以討論 我覺得是無謂的 老師都可以說 學生同學之間都可以說 可能大家在嘲笑 笑一下對方 他已經有了 說這麼多 你以為現在不會避孕嗎 怕什麼 可能現在已經很成熟 所謂色情資訊 以前還要去某些電腦商場 那些 你過來看看 四仔 現在都不用了 在網上 隨隨便便都可以找到 所以 你 討論這些事情 我覺得是可以的 如果你父母夠開放 亦都可以 跟他們討論 以前就很難拿到色情資訊 現在就隨手可得 那你作為一個老爸 或者作為一個媽媽 你怎樣去跟 你的青春期的子女 去討論這個問題 這個永遠都是 就是 家裏或者老師可以談的問題 但是 最後最後 都是 這個青春期的 少年人 或者一個少女 自己能不能夠 去自己去判斷 應該做什麼 不做什麼 我們那個年代都有 都有 都有 我看到 例如我住的屋邨 大家都是中學生 為何突然看到他 大肚子 中學生大肚子 經常都聽到 都會有 你不說 你不說 是不會阻止到這些事情發生 即使說 如果 這個 青少年 沒有自己的 所謂的自製能力 仍然都可能會發生 但現在很多人都說 我都未怕過 不會大肚子 因為避孕這麼好 做得不會有事 這樣可能 一樣的 這些事情 不只是你說了 就等於別人不做 最後 自己 過青少年人自己做決定 不過我覺得好笑的地方 就是 我的承諾 現在這個可能是教材的一部分 將來會不會要 所有中三的學生 開始 每年都要簽一個這樣的承諾書 簽了一個這樣的承諾書 是否等於這些事情 會發生 可能中學生會問 主要是這樣的問題 即是搞大人的肚子 可能將來做大官 出來找事做 然後就 認識人好過識字 然後接著就 結婚 生孩子做大官 那有什麼問題 是吧 經常盛傳人家 就是犯了這些 十一個字的罪行 都沒事 如果那個 學生拿出來 反駁老師的老師 如何回應他 是吧 這些我就覺得 就是你聽完之後 都是相當偽善的一種 即是當大人都不能夠 以身作則 自己都是其身不正的時候 你怎樣教小朋友 教青少年 用什麼方法去處理 這個所謂 衝動 生理反應 性慾等等 以前有很多API有說 是吧 如果孤男寡女獨處一室 可能會有些事情發生 這樣 我覺得這個全部都是一個 就是成長的時候 每一個青少年 都要自己面對的問題 最後都是自己面對的問題 他發生了什麼事 發生過什麼事 這個都是他成長的一部分 你做父母 可能在他情鬥初開的時候 即是有這個 男女的這個聖精 開始出來的時候 你是需要去灌輸一些知識給他 可能會有這樣的後果 有這樣的後果 然後最後 從法律上的後果 即是搞大人的套的後果 即是你能不能夠承擔 你說完之後 其實他們最後都是自己去處理的 但是 如果在學校的課程去講就是什麼 堅決拒絕婚前性行為 定立親密界限 然後包括如何處理性幻想性衝動 會培養自律自製 抵餘色情資訊的能力 我就覺得 未免是相當可笑 即是這種是 自欺欺人的 簽了個承諾書 那就不做了嗎 即是現在呢 我覺得香港的教育 無論是所謂的外國主義教育 國安教育 或者這個性教育 去到一個偽善到無以復家的程度 你只是看表面 唱歌歌大聲一點 升國旗 感動一點 不停地講這個外國主義教育 講外國主義教育基地 什麼東江中隊的時跡 是吧 怎樣去營救一些文化人 回去中國大陸 不過不講下集大結局 他們有些人死得很慘 全部是偽善來的 即是你說這個 未成年的這個性行為 要別人簽個承諾書 走過場的事情來的 簽了這就怎樣 簽了你保證這些事情是不會發生的 是吧 即是我聽完之後 你會覺得那個感覺是 為什麼教育會變成這樣 會教一班老師上課都好笑 是吧 你可能會同學 同學會問 阿Sir你以前沒有看過鹹書嗎 你叫我怎樣回避這些什麼 就是抵制自制抵制色情資訊 你呢 你以前沒有試過 在街上買一本playboy playboy很貴的 龍虎炮的多數 撕了封面 找另外的書皮套著 然後在同學之間那裏傳閱 沒有試過 阿Sir你有沒有試過 你現在又叫我這個自願抵制色情資訊的能力 即是怎樣 OK 即是很偽善 那怎樣解決這個 中三就已經有這個性衝動 那怎樣解決這個性慾的問題 因為又說得白一點 告訴他可以怎樣做 用橡筋扎著他 即是 為什麼教育會搞得那麼偽善呢 即是我們以前大家不開玩笑 自己去explore 怎樣做法 自己想 今天呢 要清清楚楚 教育會為什麼會做這些事情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一定要做一些很表面的事情 有KPI 愛國主義教育 升國旗 唱國歌 升旗隊 是吧 去講自己 回去大陸 這個叫做交流團 講自己這個祖國 這個進步的繁榮 的感受 很表面的 他們追求的就是這些表面的事情 就是KPI 我一年搞了幾多人次的人回去大陸 性教育也是 有幾多人 百分之幾就簽了一個承諾書 保證他們不會發生這些婚前性行為 與未成年少女 有這個親密關係 不用怕 過了18歲 過了16歲 那就可以了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聽完之後 我的感覺就是 香港現在的情況 什麼的領域 什麼的層面 就是沒有 最荒謬 只有更荒謬 我來笑一下 是吧 當學生問 阿Sir你有沒有看過鹹書 阿Sir 會做大官的 做了這件事 那你怎麼回答他 那些謠言 都不知道真是假的 我們不信謠 不傳謠 你再說 再說我舉報你 說你犯國安法 對於外界的批評 或者嘲笑 教育局有個回應 厲害 強硬反駁 有評論認為 香港性教育未能追上社會發展 本局必須指出 這種看法並不正確 並不正確 就是你錯 我對 你錯了 鼓吹未有能力承擔後果的學生 作出所謂知情決定 是不專業 及不負責任 教育局說 相關的課程對象是12到14歲 上未成年的初中生 因應學生進入青春期 向他們提供性教育課程 一方面肯定嚮往親密關係是自然發展 發負程 同時提醒學生必須謹守規範 指負禮 他們有專業責任確保課程配合學生的心智發展 和成熟程度之餘 顧及社會期望 家長意見爆 團體使命 道德倫理 文化背景 法律等因素 和性相關的課程作出合理判斷 以及作出負責任合乎 合法和合乎道德行為 雖然社會對婚前性行為有不同意見 但對未成年學生應該充分保護 提醒他們 香港法例對於性相關的違法行為 都會施以嚴厲的懲罰 而強調應堅決拒絕婚前性行為 可提高學生自我保護意識 起防禦的作用 以免犯下不可逆轉的過失 影響自身和和及丹人 終身抱陷 全部都對的 提醒他們 我覺得是沒錯的 我認為 不過提醒完他們又怎樣呢 是嗎 是否叫他沖個冷水涼 就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呢 更何況他真的說 是嗎 是嗎 真的有事嗎 不是可以做大館嗎 那你怎樣拼他呢 阿sir你沒有嗎 你沒有看鹹書嗎 那你怎樣拼他呢 問題在這裏 所以我說偽善就是這樣的原因 除了笑笑之外 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好 今天到這裏 支持我Patreon和心靜有快頻道 多謝收看 這是風箏節 連續兩天 哇 我來到這裏真的非常之正 很興奮 同心大發 正 是香港的 rest Network 1 1 3 4 5 3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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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